素食也可以有汁有味 今天的深圳仿佛入冬成功 一下子冷了许多 趁这个机会 小老弟马上安排了一大锅 热气腾腾 茄子浓郁的番茄粉丝包 食材超丰富 做法简单 一起来看一下吧 我比较喜欢吃里面的粉丝 放了两把笼口粉丝 用温水先泡一下 还准备了三个新鲜的番茄 我的砂锅比较大一点 多切点番茄 让汤底更浓郁 番茄洗干净 切成细丁 两个番茄切了丁 我还留了一个 把它切成块比较好看 一小颗白菜对半切开 一把金针菇 把底部的根去掉 准备了几朵新鲜香菇 香菇把底部比较老的根去掉 再切一点小姜块 喜欢吃香菜的话 可以切一点香菜碎 准备砂锅烧热油 把姜粒爆香 然后放入番茄丁翻炒一下 大火翻炒三分钟左右 炒到番茄丁变得软烂出汁 这个时候我们再加一点番茄酱 番茄酱可以稍微多挤一点 让汤底更加浓郁鲜美 加入番茄酱以后 再一次翻炒均匀 这时已经闻到非常浓郁的番茄香气 紧接着我们加入适量的开水 食材比较多 水也可以多一点点 然后简单调味 只需要加一点点松茸鲜酱油 或者生抽 再来一点松茸调味料 代替鸡精 代替盐 给食物提鲜 最后再加一小勺白糖 尝试一下味道 合适的话 我们就放入配菜 放入泡好的粉丝 还有我非常爱的响铃卷 也来上几个 最后再摆上切好的番茄块 盖上锅盖 我们炖煮5分钟 5分钟很快就到 开盖再撒上我们喜欢的香菜碎 这一大锅热气腾腾 香气浓郁的番茄粉丝包就做好了 满满一大锅的食材 看着就非常的满足 爽口的粉丝 吸满了浓郁的汤汁 直接当主食 吃完全身都暖洋洋 你也快试一试吧